宜蘭市公所後方的紅磚屋 就是原本我們的舊宿舍群 有阮立中台灣故事館 結合宜蘭人故事館 在這個場域裡面 我們現在規劃一個國際交流社 這個國際交流社有很多 在台灣的國際朋友 外國朋友們 他們可以來這邊作為一個交流中心 來這邊大家可以談談國際間 現在共同在關注的一些議題 也能夠用這個點跟國際來做連結 有很多他希望能夠 將他國家的故事 他國家現在的情形 跟我們台灣 跟我們朋友共同來分享 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平台 這個除了是我們共同 在台灣的國際朋友們 可以來這邊平常分享他們在台灣的心得之外 也能夠利用這個點跟國際來做接軌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從去年今年 要出國等於都是 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既然大家現在都在防疫 要為了我們迎接以後 國際村 或者 其他領域共同結合 來做準備 這個時候我們也不 希望因為 大家在居家生活 防疫上面 減少 有好城市移動 就跟國際來脫軌 現在很多國家的現況 實況 其實 我們都是透過新聞 如果我們可以從我們朋友跟朋友的角度 像是我們在美國的姐妹市 在 日本的友好城市 還有很多其他國家 還有我們在台灣的 駐台 使節 他們國家跟我們其實都有很大的一個連結 丟丟黨南城國際音樂節 有那麼多國家的好朋友 都來到我們台灣 現在兩年沒有辦法再跟我們做 面對面的接觸 我們也都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平台 大家共同來結合 把距離不要因為 這個疫情的關係 而更加的疏遠 我們要更加的一個連結 所以在這個方面 我們希望利用 我們這個 國際交流社 來做為台灣 的一些友好 朋友 國際朋友的招待所之外 也希望能夠透過 這個很好的空間 這個場域 來跟國際做接軌 我們有很多 這些國外的朋友 把自己 這個自己的 心得分享 在這邊來做呈現 把台灣 當成自己的家 把我們這邊 當成他自己 自己的客廳 他自己的會議室 自己的交流中心 讓我們可以跟國際共同來分享 台灣的心得 也希望大家能夠 由 國際關心台灣 台灣來關心國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ose 來自當我們都在宜蘭 Diverse宜蘭的Rose 那這次 也很高興可以跟 市工所 市長 一起來 經營這樣子的空間 那我們很期待 可以在這裡 讓我們在地的年輕人 在地的居民 還有我們在地的外國人 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可以同時在這個空間 相互交流 我們很期待 這樣的空間 它是一個 下班後聚會的場所 我們在這一排紅磚老宿舍 裡面我們用一些 比較溫馨的風格來做佈置 然後也貼上我們過去的一些 活動照片 DM 那也歡迎所有的國際朋友 還有在地的朋友 放上他想推廣的交流的資訊 不管是他的名片也好 他的資訊也好 在這個空間裡面 那同時 所以這樣子的 國際資訊交流站的同時 我們也期待 這個地方 我們常常可以拿來作為 活動籌備的會議空間 或者是我們的工作共享空間 像co-working space 那 最後當然我們也更期待 就是有很多元的活動 可以在這裡發生 雖然這個空間 小小的 很溫馨 可是 我們很期待 不同的人 來自不同國家 不同世界的背景 他們都有 他們可以分享的 東西 他們的 專長 他們的故事 可以在這邊 被聽見 被看見 那我們也同時可以認識 宜蘭有哪些資源 可以幫助他們 把這樣子的 專長 再更加的 發揚光大 那所以 透過這樣子 的空間 我們可以 把 在地的青年 跟 世界的青年 做一個 跨文化的交流 然後我們也一起 讓世界 還有 讓宜蘭 更 更國際化更好 那很期待宜蘭未來都能夠跟世界接軌 這是我們的期待的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來自日本的 大龍村 是 我三 三四年前 是我來 從這邊開始 生活 因為 我超愛台灣的菜 每天都 自在台灣 非常辛苦 然後呢 我參加 Diversityland 這個計劃 這個空間 是 我們想要 提供 當地 宜蘭人跟 當地的外國人的 交流的部分 我也是一部分 交流 因為我一個 外國人 來參加 這邊的 活動 也是 一個 認識 宜蘭 認識 台灣的一個 很好的 機會 那 看著 這邊 變得 在台灣的 外國人 也是 不用擔心 來這邊 是可以交流 當地宜蘭的文化 人習慣 然後 青年 青年 互相交流 也是一個 這個空間的 角色之中 那 我很期待 在這邊 見面大家囉 國際交流社 接軌世界 看見宜蘭 讚 我們有稍微有多少錢 這很多人都要把他們的國家的東西拿起來 他們都很想把他們國家的東西拿來 對 就是一個 裡面的那個 掛很多國 小國旗 都可以 對啊 有很多 以後 這個空間 要好好來運用 敬人 飯 鞍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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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